大家好,我是赞扬 今天我买了一点饼干 今天我买了这些饼干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很多韩国人会使用一个方法来打开这个饼干 首先我们开饼干都是这样的吧 或者是很多人会用撕开的方式 直接开这边 但是呢 我希望有效率一点 我就跟大家讲 我真的在使用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不是韩国人发明的 可是大概六七年前 在韩国就开始盛行 有一个前提是 你假如使用了这个方法打开饼干的话 要么你就吃完 要么你没吃完就要把它丢掉 教你们哦 来 首先这是正面 可是呢 这边我们需要搓一个洞 可是我们很少人会有那些尖锐的东西 或者是剪刀类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牙齿啦 抓好饼干的中间之后 这样就会有一个洞了 那从这个洞呢 开始来画个圆圈 这样撕开 然后呢 把这个饼干 让它转一下 参参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完全不会难 刚刚弄的比较慢 是因为我想要给大家看这个 比较漂亮一点的垃圾 这个就比较丑 可是这个可以弄得很快 这个大家几乎不需要学 我相信你们第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 这样打开饼干的方法有四个好处 第一个是卫生 虽然一开始会用到牙齿 但是呢 用到牙齿的那个部分 全部都会拿掉 所以呢 不会有卫生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 饼干再怎么咬都不会掉 第三呢 你在远处也能够很方便的看到里面 到底有多少的饼干 第四个呢 在人多的场合上很帅啊 假如大家去什么KTV 这样的地方啊 可能会买很多很多的饼干 那每一个饼干都能够这样摆放的话 你们想象一定会很帅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开饼干的方法啊 你们真的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看看 对了 我也习惯说 吃完之后要把它丢掉 不会把它折成一个样子 这样丢掉的话 尽管你放在垃圾桶有一阵子 它也不会有很多的那些味道 这是我常使用的方法 下次见啦 拜拜 记住 форм 啊 ガ啊 что 我们 好了 对